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妖王果然是新品种 这次我的战甲升级 又遇到了新品种的妖王 收了他们做我的宠物 说不定就能把彩虹战队给挤下去 我也就不多说 只要你们能做我的宠物 我该给多少工资 我有的是钱 宠物 这菜机想说我们做卢顶 好大的口气 你别动 让我来 我们不要工资 打赢我就跟你走 也好 省得讨价还价 这次战甲升级 我将不再局限于陆地 就让你们看看好了 变身 妖王大人 小心 他就是那种秒不雕 就会越战越勇的类型 你们两个 过来给我弃场 你不是秒不雕 就会越打越强吗 这都挡了一个多时辰了 为什么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你在变强 混蛋 报夹 醒不醒了 先不说此次战甲升级 能让我无限使用于黑炮炎三战斗时 那股报夹的能力 为什么 我都提升好几个到此了 却还是碰不到他 我时战都慢热情 打了两个多小时 这新品种一直在放水 让我慢慢超越自己的极限 作为一个战斗系的英雄 这是耻辱啊 那两只小怪兽是不是在唬我 一点没感觉到 不会再说了 他 他的回忆 就进了传说中的回忆上 孩子啊 我的时代已经结束 先后 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拿着它 只要抑制不灭 你将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超母 这就是让我们怪兽陷入无限固定的东西 等离子能量炮 达宝绝招了 快将冲热的毒本军军 好刷皮的名字 感受到了 好强 这力量等级 突然跃到了另一个高度 相当于我们进阶了一样 你们世界居然会有这种提升阶位的方式 多有趣 这等离子什么炮 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花甲超人的绝招 它用自己体内的超能 给机甲输送能源而产生氢离子 这战甲产生的氢离子 来源于太阳辐射 通过离子炮装位时 离子炮会将太阳辐射产生的高能力 氢离子 氢离子收集器员 通过发射装置 将高能氢离子发射出去 之后会发射高能的正电和氢离子球 造成大规模破坏 说人话 就是放波 有趣 我也来试试 等离子能量号 死 别小看我混蛋 是吗 是吗 我也有 散死 西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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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怎么了 啊 没什么 一股熟悉的味道和上次一样 奇怪 我还年轻也就两千多岁 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两千 真的 在我们那个世界作为仙人 哪个不是活了上万年 我在他们面前就像个婴儿 吃午饭了 仙人 不用吃饭 吃饭不一定是为了填饱肚子 他们应该 结束了吧 还有一个下午呢 朋友们开康安 修仙代表和魔法的代表 在中路吃起了火锅 看来这场大赛已经进出了白热化 目前各大学院已经陆续上来归报了分数 人阵学院一百二十分 超人学院一百一十分 魔法学院九十分 目前还没有看到修仙学院来上报分数 以机械眼传回来的画面来看 先获得三十分的修仙学院 考证情况不容论观 有完没完 有我在 死耗子 你别想拿多一分 你不是也拿不到 你管我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敢用坏数成你 坏数你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 你放过我吧 休想 今天无论如何 你都必须死 救命啊 杀人灭口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一个怪兽都没有了 所有人听着 都给我离那个女人远点 所有人注意 不要靠近那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不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是 喂 黑客 修仙班的小路 朝你那边过去了 这个数 给我当俘虏 这干嘛 黑客快上 不好 走 你想干什么 别想用强大 你们可是英雄 这个数 上架 奇怪 刚才明明能感觉到 这边有人的 经过刚才天空上的战斗 两大学院都见识到了 修仙班强大的实力 距离比赛还剩下三个小时 不过目前激奋情况 对修仙班很不利 不过今次行 下班 你 我 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